國中教育會考今天公佈成績 這是一零八課綱上錄之後的第一屆會考 拿下五課經手等級 五A的考生有一點六萬多人 但是其中只有九百三十九人 寫作獲得六級分 另外今年有四千多名的學生參加補考 十五號才能夠查詢成績 我把我錯的觀念 然後還有一些錯的題目 拿出平常上課的筆記 分享讀書方式 這名汪同學 在今年的國中會考獲得了 五A寫作六級分 就是我一樣開始就把我想要講的事情都寫完 然後中間再舉我剛剛說的 英文戲劇比賽的例子 然後我們分工合作的一些事情 要像汪同學一樣 五A寫作六級分這並不簡單 第二步統計 今年國中會考 五課都拿五A經手等級的考生 只有一點六萬多人 加上寫作六級分就只有九百多人 整體來看 考生以五B和寫作四級分的搭配最多 至於各科的精熟度 國文數學和社會都比去年還要高 英語自然稍微降低 而代加強的部分則是五科都降低 其中數學的百分之二十六點六九 更創下九年來新低 至於今年的國文寫作是引導學生以多做多得來思考 學者表示類似的經驗很常見 但是要讓考生深刻描述比較不容易 拿六級分的標準很高 因為疫情影響 今年的補考人數有四千多人 要等十五號才可以查詢成績 或是將會開放考生查詢個人序位 損填志願 預估七月十二號放榜 據團軍五家保險證明 台北報導 往哪兒好家保險證明 幸福